意大利周五通报 确诊兵力增加到15113例 死亡189人 累计1016人丧生 这是2月21日 北部伦巴迪达区爆发疫情以来 单日最大增幅 周五 意大利封锁第四天 除了超市和药品店 所有店铺关闭 景点也几乎无人光顾 伊朗周五增加1289个确诊兵力 累计11364例 共计514人死亡 多家媒体报道 卫星照片显示 伊朗疫情源头库姆出现了万人种 实际疫情比当局通报更为严重 库姆有众多中共援助兴建的基础设施项目 外界认为 伊朗与中共的伙伴关系 加深了病毒接触传播的机会 周五 美国总统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通电话 安倍表示 日本将照常举办东京奥运会 川普推文称赞东京奥运场馆雄伟壮观 祝愿日本好运 韩国周五通报 新增110例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7979例 新天地教会以外的 集体感染的情况增多 韩国79.8%的确诊病例 与集体感染有关 其中59.9%与新天地教有关 西班牙周五宣布 封锁伊瓜拉达小镇等四个小镇 当地武汉病毒疫情失控 西班牙确诊病例超过3100例 死亡80多例 西班牙平等部长确诊感染 内阁和王室成员全部接受差检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妻子苏菲特鲁多 日前从英国返回后身体不湿 周四确诊感染 特鲁多将和妻子隔离14天 加拿大共有145起确诊病例 一人死亡 新唐记者李梅 张琪综合报道